央视与小战互动,直接获得最高收视率冠军。 杨子与赵丽颖亲密。 CCTV与远在海外的肖战梦幻互动,直接登顶收视率冠军。 近日,随着米兰时装周的结束,在时装周中异常耀眼的肖战不仅收获了海内外无数人们的一致好评, 也是被评选为了2023年米兰时装周最佳着装明星,并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是入选的唯一一位华人。 而据统计肖战此次米兰之行有超过60家海外媒体报道, 除此之外,肖战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呈现出了断层的热度登上世界区市第二位, 并成为米兰时装周最大关键词。 当然,肖战能收获如此耀眼的成就,也无疑是再次体现出了他那超高的海外影响力与人气, 特别是作为本土优秀青年,肖战在全球顶级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中华青年儿女的优秀。 说实话,看到肖战在全球范围内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说不骄傲那是假的, 因为肖战不仅将中华青年儿女的优秀展现到了更多海外大众眼前, 也让全球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了中华青年那独有的气质和非凡的魅力。 另外,肖战在全球大放异彩也是被国内无数的人们看在眼里的,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我们的六公主CCTV6。 众所周知,六公主每当遇到大事的时候都会放出有很强针对性的电影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看到我们的优秀青年在海外如此耀眼, 在高兴之余,她也是特意再次放出了肖战的电影《朱仙》表达出了对肖战的认可, 不得不说,六公主的这个举动也是得到了无数观众们的支持, 因为在播出朱仙的时候,六公主也是力压一众频道, 直接登顶了收视率冠军。 诚然,六公主的举动可以说是与远在海外的肖战进行的又一次梦幻互动了, 而这样的梦幻互动也是让人异常暖心的, 因为肖战在海外的耀眼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她自身, 还有就是代表我们中华青年的形象, 她越出众,越耀眼也将会让世界各地的更多人们了解到华夏儿女的不凡。 除此之外,六公主播出肖战的电影还有着更深的寓意, 那就是让远在海外的肖战知道大家对她的支持, 而这对于有着满满家国情怀的肖战来说, 无疑是非常暖心的, 因为走出国门的肖战其实也在惦记着家乡, 为此她还特意在海外品尝了四川美食, 并在海内外社交平台上发布, 让川菜被世界上更多的人们知道。 作为一名公认的本土优秀青年, 肖战可以说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其中一张响亮名片, 此次肖战在海外收获让人瞩目的成绩, 并给全球各地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在为她感到高兴之余, 其实也充满着赞许, 而六公主播出朱仙并登顶收视率冠军, 无疑就是大家一致赞许的最好认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